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岛小姐 臣弟 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 我 我 我不姓沈 我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脉 女儿 鼓励成 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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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看 你上哪儿了 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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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血啊 哪儿受伤了 我看看 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啊 我不告诉你 我的屁股 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你不是我女儿 那你是谁 我怎么能连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都不认识了吧 说呀 老沈 老沈 他是我外孙女 他是我外孙女 连这样都被他们躲过了 我就不信 抓不到你们的破绽 这次啊 实在是时间太仓促了 若下次有缘 请二位到庄家好好做客 哪里哪里 庄董事长太客气了 我听说沈先生的女儿 和我的外孙女长得很像 是啊 大倩世界无其不佑 两个人长得很相似 那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嘛 我听说最近国外有哪个国家 还在搞那个 寻找二重申的活动呢 好几千个长得像的人 都聚在一块 我们家妍妍啊 是在国外长大的 有幸能跟你的女儿长得很相似 那就是缘分 有机会啊 让他们俩见见面 说不定一见面 就能成至亲好友 生死至交呢 是是 庄董事长说得对 真长得像的人吧 多半都是有缘 可是我女儿她 就这么说定了 带贵千金来我们庄家 和欣妍做个朋友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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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再想了 人家老人家都说了 那就是人家的外孙女 老人家还能骗我们吗 曼宁啊 就是在国外上大学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呗 她都一个多月没消息了 她能接我电话 你给她打个电话 不就知道了 真是的 你 好 喂 爸 喂 曼宁 你在哪儿啊 我在 意大利啊 意大利哪儿啊 佛 佛罗伦萨 曼宁 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别去交那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也不要去做太危险的事 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早点回来 如果你没钱了 就跟爸爸说 爸爸辛苦一点没关系 你啊 爸爸 希望你能够在外边吃饱穿暖 你知道了吧 怎么哭了吧你啊 别哭了啊 让同学瞧见了不好 爸爸知道你平安就好 给你上电电话费 挂了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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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心眼 心眼 外公 怎么一上午没见到星成 阎兴成 你俩吵架了 对 后悔了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太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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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活里还有噩梦啊 当然 很多人 都会被幼年的创伤所困扰 我也不例外 幼年 创伤 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号 那天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 我清楚地记得 欣妍刚刚吃完早餐 不小心摔了一脚 我爸抱着他 准备带他去医院爆炸 可是刚刚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 庄家大阿姨和严先生的车 在海外分公司巡视的路途中 遭遇了车祸 严先生当场被保身亡 庄家大阿姨下落不明 他们的儿子 盐熙 信妍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可庄老董事长却立即下令 让他独自去海外 从此没有一个人知道 信妍去了哪里 后来 他回来了 带着从未被人见过的未婚夫 坐稳了蓝海一星总裁的位置 我很敬佩有魄力的新总裁 但最大的问题是 他根本就不姓庄 他不姓庄 姓什么呀 他姓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我 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 为什么把他推上这个位置 你逼一个单纯的姑娘 替心言承受这么大的责任 这不公平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 那你也不应该 把你自己的责任 让他来承担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百遍我也不怕 可你呢 你敢把你手上的戒指 摘下来吗 言 义 试骂 为了折腾 我待了二十年 所以你准备好还给我了吗 别跑 别跑 别抓我呀 别跑啦 快一点 救我 别跑 抓住 抓住 救我 救我 快想救人 救人 放开我 你把我扣在这里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就算是我不说出去你的身份 迟早有一天 庄稼和蓝海的人都会发现的 不怕我杀了你呢 言语 你不能这么做 欣燕如果真的出事了 你应该诚实地告诉庄稼 而不是把陌生的沈曼宁叫进来 你怎么知道沈曼宁 我在海外依他见过他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二重申 但是曼宁真的是无辜的 他不应该被拳入 这么危险的境地 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找欣燕 欣燕死了 你以为我不想带欣燕回来 我愿意把一个陌生人卷进庄家 你以为我不想告诉外公 我回来了吗 是我不能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欣燕死了 庄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蓝海一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害了欣燕 如果我不把幕后的黑手照出来 庄家 还会有人受伤害 包括我 也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你 不可能 不会的 你放开我 我要去见老董事长 我要去见我爸 你谁都不能见 这场漩涡 已经没有人能再透开 没有人 怎么啦 怎么啦 你干嘛 谁让你叫那么大声的 你 你还偷看 谁也没看你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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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了 起来吧 医生 怎么样 严重吗 嗯 很严重 要晚来一会儿啊 伤口自己就长好了 不过狂犬疫苗还是得打啊 对对对 要打针吗 医生 一共要打几针 一共打三针 今天先把第一针疫苗打了吧 嗯 好 今天现在啊 对 能不能今天 不能 哎 你干嘛 不是打针吗 你家医苗打屁股上啊 胳膊 好 穿好了没 没有 真慢 哎呀 赶紧过来 打针了 过来 哎呀 快点 啊 穿好了没 哦 好了 我又跟他咽着你 什么 我害怕 嗯 快点儿 你到底打不打 我还没打呢 哦 还还没打呢 医生 快点儿 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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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眼太疼了 一秒打得好像是胳膊吧 我记错了 我说呢 我这胳膊更疼 针好像打的是右边 美娜 我就说一句话 就一句 一句啊 我 一句完了 对不起 那天 我不应该急火攻心 为了不让你讲话 就故意亲了你 无论有天大的理由 我没有尊重你 就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和元帅 回来是要帮助老大的 抱歉 好多事情 没办法向你说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认识你 想和你做朋友的心 是认真的 你能原谅我吗 我 我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隐瞒什么 我也没兴趣知道 但是 今天我妈和沈树去到公司 我才发现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那天你做的事情我是很生气 但是 是 算了 方向 我们不应该是朋友 为什么 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因为 我不想再见你们 见面也不行 听不明白吗 我不想让自己再陷进去 我不想等你们离开的时候 我一个人难过 一个人 梅娜 我们不会离开的 好 我喜欢的是元帅 梅娜 外公 孩子 过来 外公 怎么这么晚都没睡啊 你呢 这么晚了还到处跑 我睡不着 就想着到处逛逛 怎么 现在没有她在身边 脚都睡不着了 您 您说什么呢外公 我跟她 我们几周前种的这个花 怎么现在还是这么高啊 哎 长不了了 这一季的心血 又白费了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平时太忙了 没人照料 还是说 不是 是这里太闷了 闷 闷 这个家 永远都是 暗潮涌动 永远都是 各怀心思 照不见阳光 让人 让人喘不过其来 在这种环境里 人都不能喘息 何况这些花花草草呢 不得秦 国家 灵 他 不得秦 我 他 我何必强求呢 不会的 有阳光 有水 你们就不会死去 有阳光 有阳光有阳光有阳光越来也不错 或者说的话 底下的维俯 对我们感觉有阳光 travail 上厚 adam的阳光 即使你的阳光 下来喜悟eni 市场理想 你们看看 你感到避免的时尖 对于你感觉有阳光 然后在这方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 我想浇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梦堂 假如放下遇见 反复这场冒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生 也许再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好了 你还好吗 美好 我这里 还有这里 都还试着呢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梦堂 假如放下一圈 奔赴这场冒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生 也许再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我们之间 我才是平行线 你干什么 没什么 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吗 睡 我马上就去睡了 明天 来 光一姝 好久不见 我来挺我哥哥看看你 我还想 你哥什么时候 能带你过来见我 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我哥呀 天天被公司那些事 给绊住了 我可不想陪他来 再听他唠叨一遍 生意上的事 我倒是很想听他 说说这些 蓝海和刘光这么多年了 应该换换关系了 你也觉得 我们两家该换换关系了 庄老董事长 我是汤林 我来替我哥哥 向您赴金请罪了 您不会赶我出门吧 我以为是哪家的小丫头 原来是汤家的掌上明珠啊 庄老董事长 我哥呀 虽然一直在商场上 想跟蓝海一较上下 但在他心里 他对您 对蓝海一星 都是敬佩得不得了 我们平时都是在各种 会议场上见 这不 今天带着人带着礼物 特意来探望探望您 您一定不会赶我出门的 对吧 到了庄家就是客人 哪有赶客人出门的呢 您真好 那以后我就经常来看看 您和光一书 好不好 好 汤林 他怎么会来 乖乖 来来来 松手 真乖 给 你个臭丫头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就不能帮我做点事吗 一点都不如你曼宁姐姐 顾立成 来 玩去 来 妈 你能不能别总提妈妈 你看沈叔叔都什么样了 好好的在国外上着学呢 也不知道 她发的什么愁 她不会是把那个是什么庄总 真的当成自己女儿了吧 你怎么敢保证就不是 人家家长都站出来了 还用怎么证明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天真的人 你白活这么多年了 大家随意啊 鸿门宴吗 不然 想用青烟 可惜我有女朋友了 不然这位美女 是给您外孙女婿准备的 相亲一样我倒是不排斥 说不定真的能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呢 今天呢 只是家宴 因为凌凌代表她哥哥来看我们 也算是化解刘光和蓝海 这么多年的竞争吧 我们作为长辈 招待一下理所当然 谢谢广一叔 应该谢谢你 林林今天还带了不少礼物 我看正好人多 就吩咐厨房一并料理了 好 妈 怎么全都是芒果 你发芒果才了 你又胡说八道 昨天啊 来了两个大学生做调查 非要问咱们家的女儿 最喜欢吃什么 最不喜欢吃什么 我就把你和曼宁的口味都填上去了 后来 他们愣是送了我两大象芒果 我多长时间没有见过 这么有礼貌的年轻人了 是 社会调查 怎么还有人调查别人家口味的 是啊 可能又是那个 口香糖销售的前调吧 那也不可能送芒果呀 而且你明明知道 慢慢芒果过敏的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吃芒果 差点命都没了 怎么 不和庄小姐口味吗 听说庄小姐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果拌饭 我特地托人挑选的 最大最好的海南芒果呢 看来庄小姐真是不准备给我 化干戈为玉帛的面子 还是真的有什么 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呢 还是尽量的 葡萄 我 帮我 你 你 帮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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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住拍 封住拍 码帽子 放 brain 码帽子 所以 这两个孩子 封住拍 封住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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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手机 走 知道了 好 我等你们回来 庄小姐还没动筷子啊 看来是真的不太喜欢吃水果餐 那不如 真的芒果会过敏 会出事的 那您芒果过敏 你又不过敏 你抓紧时间给我吃 我吃 这毕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饭 又是汤小姐亲自准备的 我当然要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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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